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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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點鐘 11點鐘開,我們節目已經完成了,大家留意 但很晚,11點鐘開記者會 每月他都要回去讀一下 李陳佩言也是今天才講的 他都要讀一下,檢查一下 否真的有這樣的電腦系統 他都要回應,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 例如我們看醫生的人 當然要填很多個人資料 但醫院是有責任保障這些資料不外涉的 私隱條例 他只是用來給我們看醫生的記錄 病歷也好,都不能外涉的 打開板子,還要讓警察進去 是不是 這是很嚴重的指控 所以醫管局不能不走出來說 尤其是現在資訊發達到這個地步 我們本來已經沒有私隱 沒有私隱的意思是 很多人知道我們的個人資料 但他沒有用來作其他用途 銀行有個人資料 醫院有個人資料 每個地方都有個人資料 不如醫管局賣給保障公司 所以這是絕對不能輕忽 當作沒有一件事 所以陳佩言代表醫學界 有人跟他投訴 他拿出來說,這是很合理的 但現在醫管局看看怎樣回應 究竟他講那個是否事實 還有看他怎樣解釋 所以你說香港有多嚴重 再這樣搞下去 你看到那個民意 所以當然民意是說民意沸騰 或者是沸揚的民意 就像這兩個星期一樣 否則的話 你對他任何的壓力都沒有 他真是關人事四個大致 是不是 你看警察這幾天多和善 你就算金鐘有人在佔路 他也會有個警察公共關 有個高級警司勸你的人離開 這樣 你不把那些 你不把那些燭龍小草趕人 是不是 那就是說 你現在這種姿態 就證明你當日是錯了 現在是玩不起 尤其是 你看到這個外交部 即是駐港專員公署 姜仁川 是不是 不是姜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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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你這些媒體在那裡煽動 那就是說 這個已經上了國際新聞 看到這些傢伙的樣子 做了幾天頭條 不是 是做了幾天頭條 那你就說他煽動 但是你沒有這件事 他怎樣煽動呢 沒有那些臉目可憎 行為那麼粗暴的警察 做這些所謂暴力 血腥鎮壓 那很簡單 那個呂拔萃的教師 她的眼睛爆了 她去看醫生 現在好像說這個要告暴動罪 你現在試一下 那你拔萃的師生 你不去包圍警察總部 你也不讓人 OK 是不是 所以還沒完的 所以我的評估就是 就是暴動罪 未必能夠告得到 不是好像上次2016年那樣 所以說起這件事 我也很認識 如果2016年大家同籌 的確不讓他告暴動罪 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去坐牢 黃台仰也不用 所以你泛民主派 都是屌你了 什麼混蛋 不過現在為了大局 我免得屌你 我告訴你 尤其是開始露出狐狸 尾巴為了選舉 血債飄上 屌你了 屌你了 說這些東西 是不是 選到你進去 那又怎樣 是嗎 還有 我可以告訴你 除了建制派會流失部分 中間選民的選票之外 他的基本盤是不會有事的 我現在告訴你 沒有人在那裡煩夢 希望香港市民冷靜一點 你不要以為 經過這次遊行 我投票 是不是 他們就會混蛋 是沒有可能混蛋的 因為這個選舉制度 基本上 就不會令到他們混蛋 我現在告訴你 比例代表就是 地區直選 還有DQ 功能組別 他全贏了 還有他有上方 沒有叫DQ你 是不是 就是說 會增加射微的議席 就算這麼大件事也 所以麻煩你不要說 血債飄上 你真是 你連三霸你都退态了 是不是 即是好 悲哀的 兩次加上三百萬人上街 為什麼你都無法推倒他 大哥 你有什麼值得高興 你告訴我 除了向全世界證明 香港人 這些群眾運動 是很理性和平之外 你贏了什麼呢 你告訴我 或者對香港有些人 有一種鼓舞的作用 就是香港還可以救 你看 我們上街那麼多人 那結果是什麼 結果他就暫緩了 你贏了 是吧 結果他又不能下台 你贏了 他全部都是打個折扣來做的 暫緩 就回應個姊妹 道歉 道歉 道歉就致歉 叫你書面 這樣 接著遲些可能 頂不順便走出來 真的 對不起 這樣就這樣 那你收貨 是不是 是不是收貨 你泛民主派 林卓廷說五比零 你告訴我 你現在是一分都沒有贏過 我再重複一次說 如果不是外國傳媒 不是外國政府的姿態 擺到那麼高 你真的不用 知而為 中國就是這樣 那把口就說 外國政府不要對中國的內政說三道四 管好你們國家的事情 但是 他是很緊張 這些外國政府的言論 因為還有一個G20 然後他還有 人家有籌碼 他還在打貿易戰 他還在搞你華為 然後在大阪 習近平要見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Oh my best friend 到現在還是 Presidency 沒有改過 What are you doing 然後跟你說說香港問題 你真是 你真是混亂都不齊 你唯有是可以跟普京聲聲相識 不是 普京都善他 事務普京可以做那麼久 所以就索性終身制 普京還要在選舉制度上 在政治制度上玩東西 你做完總統就要做總理 做完總理就要做總統 做完總理就要做總統 做總統就要做總統 然後總統就要做總統 你都可以玩這些東西 不是 你不行 你就做個終身制探 所以我在這裡奉勸泛民主派的朋友 今次整件事 到最後香港人是沒有贏 你說5比0 是你泛民主派贏了 你屌你什麼垂死的階段 屌你什麼可以復生 其中一個最突顯的例子 就是黎智英 就是黎智英 你看他的網上登記的用戶 你想想想是幾百萬 現在開始收費了 所以今天股價升了20% 大家想想 他是最大得益者 這個混蛋是最大得益者 他還在行頭帶隊 所以我不去遊行 因為他帶隊 不去遊行 不代表我們不反對 你一條條例 我們在節目上升勢力揭 那天因為有人佔領 我也去現場看 然後我們也去提供一些物資 你有什麼說 我煽惑了一份賊 煽惑暴動 你說這真是很嚴重 所以我希望泛民的朋友 麻煩你 不要利用今次這種民氣 你利用作為選舉的籌碼 拜託 因為這樣是很下戰的 因為歷史告訴我們 選擇到你進去 你也是幫不了手的 我們也不忘記 當初你怎樣跟那些勇武幹爭的青年割席 到今時今日 除了一個梁天琦 其他在囚的2016年 旺局 所謂警民衝突 被告暴動罪這班人 你都沒有什麼關心他們 所以 就不要說 你當初不斷去吹誰是鬼 誰是鬼 去到現在 是大家共存亡的時候 只能夠一往無前 等於我們發的聲明 就要跟這個 港共政權 戰鬥到底 邪惡的港共政權 戰鬥到底 我們提出那幾點訴求 大家可以重複在我們網上 我們可以上傳給大家看看 那天在這個大遊行前 前夕我們出的那個姿勢 是 我跟台湘商量了之後 要出一篇這樣的聲明 那個聲明的訴求 是很清晰的 是吧 就是 世界上沒有一個暴虐政權 是不被推翻 以及 打不倒的 是吧 即是如果你不堅持這個 所謂和他鬥爭到底 是吧 德赦好 易須回首 為什麽說好三辦 又叫停 那麽不然搞得亂了 你會霸還是不霸呢 先說霸 三霸 跟著說不霸 跟著再說霸 但我今天回來 基本上是沒有人霸 沒有辦法一鼓作氣 不是 變成到最後 就沉面在說好多人 是 永遠都是 在這種 亢奮底下 真是享受這個亢奮 是吧 但結果呢 那個結果是什麽呢 是吧 是吧 你會不會去發出一個ultimatum 給個政府 限他幾時幾日要做這些事情 不能做我就怎樣 是吧 是不是應該要這樣 沒有 這樣哪有得搞啊 我們現在得到什麽 是吧 所以麻煩這些有頭有面的人 想清楚 不要在這裏夠說 好了 節目時間到 拜拜